大叔 我小时 那天你跟我说的那个 投资理财 我想跟你谈谈 这样也好 好好 那要不你一会儿 把地址发给我 行 那我们一会儿那边见 好 喂 师父 我昨天跟您说的那件事 已经找到实证了 什么证据 一会儿我去机场 当面跟您说吧 三点以前啊 好的 是啊 更紧一点 好嘞 大叔 您跟聂伯 你们投资这个豪富理财 是什么人介绍的 他怎么办理的 明天说是人家 让他给你讲 等一会儿啊 你就见到那个顾问小金了 你有什么疑问 你就问他就行了 那女孩挺好的 因为我朋友帮我打听了 好像她们的投资产品 都不太正规 小石啊 不瞒你说啊 这款产品的年化收益率 是百分之二十 你若是投了钱 你就坐等收钱吧 走走走走 怎么今天关注来了 我 不开啊 有人吗 你好 怎么的这是 这里有一家投资理财公司 搬了吗 这怎么回事啊 我不知道啊 但是好几天都没人了 好几天没看到人 对的 怎么搞的 你打电话 还问问怎么了这是 好嘞好嘞好嘞 我打个电话 喂 你好 今天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骗得不会吧 站长 站长 喂 喂大姐 你总算接电话了 你爸住院了 要不你帮你二哥 电话去我 什么情况 什么医院 现在在市医院 这些情况 等你们来了再说吧 行 我知道了 师傅 到头 市医院 前面的车不追了 好 不追 好嘞 老人是精神刺激不过大 现在看来没什么大问题 观察半天就可以出院了 回家以后啊 要多照顾他 他有高血压 不能有情绪的波动 好 谢谢大夫 那什么精神刺激不过大 我爸是你带过来的 他发生什么事了 外面说 你爸之前参加了一个投资理财 今天发现是骗局 我爸投资理财 被骗了六万多 六万多全骗没了 已经报警了 警察军的面也备案了 而且还有其他人也受骗 从哪里面也受过的 既然你们都来了 大叔的状况感觉就稳定了 我先走了 我送你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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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怎么办啊 来吧 说吧 怎么回事 这么大事为什么不通知我们 谁带你李的财 是老孽吧 是老孽 我知道你没睡 你起来得跟我们说清楚 六万多让人给骗了 我们总得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起来 你这时候哭有什么用啊 妈说了你没有发财的命 你还要捞偏财 行了 行了 好好说话 我做好了 宽翔 六万多你说现在怎么办 我做了 宽翔 我不该不听你的 我真是没有这么乱